太有夢想 太幻想 人都會被罵 都會被阻止 做音樂可以幹嘛 做音樂死定了 可是我們那時候不知道 我是從小是在馬來西亞南方的一個小鎮 長大 那個地方叫麻坡 那個地方是 跟台灣南部還蠻像的 因為那邊都是講閩南話的 他第一首歌是做我家鄉的這首歌 叫麻坡的華語 那個時候就在麻坡群體爆紅 那個時候與麻坡的那些手機店 很奇怪的 他們賣人家手機的時候 都會灌這個MV給人家 常常都說這是你歌 這樣子 莫名其妙是誰給你的 後來還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做了一些創舉 他影響了很多人 我高中三年是念美術 我美術科試就在那裡 然後一邊念念念 然後就出來打球 然後又回去畫畫 打球 畫畫 打球 畫畫 打球 這是我每天的生活 他本身就是一個鬼才嘛 然後在中學的時候 就很多喜歡搞一些奇怪怪 亂改校歌 亂改國歌 信導主任正在後面 然後唱完了 然後他就抓著他 上台 上周會前校 他就這樣唱多一次 我認識他 要整30年了 我們從14歲 差不多14歲 從中學開始 我們幾乎每一年都通班 高三的時候 我們就有那個畢業晚會嘛 他就是導演 因為我從中學到現在 大學到畢業到今天 沒有什麼變 他就做回他自己了 我現在來找我的 以前創辦的吉他社的位置 我沒來過 可以穿鞋進去嗎 好像要脫鞋 要脫鞋了 我們叫名謠吉他社 是那時候我創立的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客室 那後來我是畢業了很多很多年之後 他們才去 就是申請了一間這樣子 所以我是第一次走進來 我也很陌生 你看很多吉他社 一直被人感動看 要調半天 不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才給我一點溫柔 我是第一階是2001年 對 我是第一階 所以我是第二十四階 二十四年 現在社員有多少個 社員 社員 四十多個 好像比我們那時候多 我在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 學吉他 然後創作 就是為了要追女生 很多男生學吉他的故事都很像 因為學彈吉他 手是會痛的嘛 所以你沒有一個動力 或者一個目標 推動你的話 你是絕對不可能會把它學好 所以那時候幸好 就是有女生 就是把我逼到會 就練到手指都流血 然後就 那時候就開始創作了一些作品 然後班上的同學開始會唱 然後我就覺得說 原來創作可以帶動全班唱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寫 想出去走走 帶我去高雄 給自己照月去流浪的理由 想出去走走 帶兩首啤酒 把手機關了 走了誰都找不到我 在搶寶的時候 我就搖籃曲 就唱我小學的歌曲 兒童歌曲 我也不懂它 聽懂不懂就是搖籃曲 搖了它就睡覺了 然後就收工了 在80年代 我已經開始做評審的時候 甚至也知道這些哪裡哪裡啊 都有比賽 我現在幫她報名 她也參加過比賽 然後她在中學的時候 我就開始教她一些基本的 這個歌啊 給她 然後她就 幾一反三 她就 超越我很厲害了 慢慢接觸到一些 比較這個領域的人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我這個要怎麼用 怎麼辦 他們說你要怎麼辦嘛 那你真的覺得你作品可以 是好的話 那你下一站 你應該去台灣 我說為什麼我要去台灣 他說因為 華語的那個 歌曲買賣 或者說整個娛樂圈的中心 華語娛樂圈就在台灣 所以你們要 你要把歌賣出去 還是你要幹嘛都好 你要發展點音樂 你最好去台灣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 就中學要畢業了 我就想 高中要畢業了 我就想說 就來參考看 台灣哪一間大學店 陽光效 你這紅滿臉的塵埃 追逐這幾大的夢 且沒想過再可待 我只有五百 就只有五百 她都會去打工 然後有時候打工到蠻累的 那時候最常做的一個工作 是那個炸雞排店 鹹酥雞店炸雞排的 然後 甚至我還記得說 我們課場上 有那個 有教授就是 簡單揶揄了一下說 欸 那黃明志怎麼又沒來 不是該來上課怎麼不見了 然後 她後來講一講 就突然說 該不會再炸雞排吧 然後就想說 那這樣子以後會有什麼出息 大學的時候 她其實有一段 是失戀蠻辛苦的 蒙古籍的一個女生 就是有跟她交往一段時間 就大概兩年多 然後我就通常會工作到兩三點吧 就收攤 洗完整間店 然後結果那天 就很正常 我就大概兩三點就回到家 然後就發現到 欸 怪怪啦 這個家人不對 然後就打開抽屜打開櫥 就是她的東西全部都空掉了 然後後來 聯絡不到 我就隔了兩天我就開始擔心 我就報警 報警 然後還去跑去她的大使館 對 三年後她才主動跟我聯絡 才知道說 原來那時候她離開前 應該說她認識我之前已經跟人家有婚約了 是她講的 然後後來她是 她離開我的原因是因為她要嫁給人 可是中間這段時間是跟我在一起的 就有點被騙 路過道歉的時候 那時候她騙我 她說幸好我沒有跟她在一起 因為她是不好的人 她這樣跟我講 有被幾百人 你是最操懶的幾百人 我才剛剛交出真實 你卻口交我的真誠 來用某個海洋的翻層 失戀啊 然後 我唱片的時候還沒有很多 還沒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還沒有人會要買 雖然一直不斷的嘗試 那時候就招待我說 假設她說我死了 她就這樣子 萬一她就走了的話 那她的創作就是都在她的電腦裡面 我就賣了大概三四年 每年都會跑兩趟去送demo 半年一次這樣 因為我都送去櫃台 那小姐就說謝謝拜拜這樣 都沒有下文 然後後來我就認識到一些比較厲害的人 他們就跟我說我的做法是不對的 他說你這樣的做法是沒有人會幫你買歌 那你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去查好每一家唱片公司的大牌大咖 或者是即將要出唱片的人有誰 然後你特地為他們而寫 我就照著他們的曲風 每一個當紅的歌手 我就照著寫一遍 寫了很多首歌 也是一樣照半年再跑一次 雖然到最後還是沒有結果 雖然到最後說 大家還是沒有要理我 沒有要買我的歌 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就練到你說的 就是見到什麼人我就可以寫出他的曲風的歌 而且速度會很快這樣 就是那時候練出來 當時我是也剛剛自己成立音樂公司 然後當時簽了第一個藝人 然後這麼巧這個歌手的經紀人 就是麻坡人 他經紀人就說我有個同班同學 在台灣名傳大學讀書 很熱愛寫歌 然後就說那時候我自己寫了那個曲 然後我就想找填詞人 然後這個歌手的經紀人就推薦了他同學 叫黃明志 因為去台北才見到他 那時候他還在讀書 然後就認識了他 然後覺得這個人也很安靜 然後有點害羞 然後就認識了過後 我們回來馬來西亞 幾個月後他就開始發表他第一個作品 叫做麻坡的華語好像是 那時候是 大家也不是很了解YouTube是什麼的時候 他發了這個東西 然後就引起了一定的人的注意 下一個作品就是改編了馬來西亞的國歌 然後因為那個作品 你一上傳就很轟動 上班 不要怪政府只會照顧土著 不要怪我們沒有受到公平照顧 這樣才能證明我們華人不怕刺骨 這樣才能訓練我們已經尋找輸入 我會覺得原來音樂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過後他就開始寫了第二首歌 第三首歌 這樣我就說 你要不要發唱片 心臟要非常大顆 以及要隨時隨地就是 都會有很多突發情況的出現 打個比方 我有在一年的新年 我手機是完全不敢接電話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推出了一首賀水歌曲 然後就被馬來西亞的政府誤解 祝福全世界像狗一樣 一樣可愛一樣身體健康 祝福全世界像狗一樣 跟對人一輩子不用煩 他做了一些作品 都可能會讓一些人 可能是戳中他們的痛點 所以他們會非常的反感 但我們要把我們的初衷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作為他的經紀人 最主要的事情 我們是多元種族 那他的定位我覺得是他 他身為一個華人 可是他想要為華人 講話 同時也為他看到的其他種族 得不公平的東西 發言講話 就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改變 我跟明治一起工作 就上山下海了14年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很嚴重被馬來西亞的 馬來族群反對的 他被抓了七八隻 我說比較嚴重的是七到八次 就是被警察遮 車載 然後去到警察局 然後坐牢 我們的車是對著那個警察 警察局門口 就這樣 對著門口 然後我們 我們是輪流去小便 輪流去買飯 然後輪流睡覺 不知道過了多少年 發生了多少次 從頭被強權打壓 我固權對峙 那只是個人的表達方式 不認同的可以無視 誰無知又無恥 在無止盡的主持 我之前最大的挫折 就是因為馬來西亞的前朝政府 他們就是獨裁 因為他們是一黨獨大了六十年 就是從獨立開始 就沒有換過 所以我那時候 無論做什麼都會被針對 然後後來最嚴重的一次 就是整部電影被禁了 然後就虧了大概幾千萬台幣 後來我們就想到另外一個方式 來救這部電影 就想說在網路上眾籌 然後突然就我的前經紀人 就收到電話說 你最好不要讓這個事情順利完成 這個電影是感覺有損國家形象 傷害人民感情的一部電影 在他們的角度 然後那時候我人在北京 我就很難過 然後我就叫他們 開會完之後 我就叫他們把我放在一個地方 我說我想吹冷風 我想走走一下 那是晚上大概十點十一點這樣 然後我就一路走 走到半夜兩點 這四個小時我走回飯店之後 我就寫了一首歌叫飄向北方 那是我那時候的心情 這個是一個國家 怎麼講 一個政治的玩法 他就很不幸地 被這個政治的玩法 牽在裡面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棋 可是在他現實生活中裡面 他是有很多不一樣種族的朋友 都很好的 他都是報警不說 有你打電話給他 沒事啊 有什麼事啊 都沒有什麼事啊 大篇復的報導 才懂事情 哇這麼嚴重 那時候是很擔心 差不多 去到哪一個神廟 都跟他講說 保佑保佑孩子 不要有事啊 不要講講 眼淚要掉下來 他透過Facebook 來關心我最近的行蹤 他透過朋友的口中 知道我的官司大貨領頭 在家裡默默哀愁 高急著求神拜佛 卻不敢打來問我 關心我忙碌又沒空 你最認真打拼 兩代前方的路拍拼 發到風光 老衛光 就回來啊 老師 米比較貴啦 麵粉便宜啦 那其實我從小媽媽煮菜 我是拿一隻喔 我站在上面看 然後後來我就要學嘛 因為我要出國 我要出國讀書 我要去台灣念書 我後來怕我不懂得煮蝦香菜 我就特地學了這一道 因為這道是對我來講 比較容易的 這就是東西就是 傳說中的美紅粿 在吉隆坡呢 就叫板敏 米粿 在中國呢叫貓耳朵 然後在台灣呢叫麵疙瘩 可是這個東西我學了 我想起到的時候 就在台灣的時候 就自己煮來吃 那你的湯是幫忙一下 是因為你這樣放進去喔 你的水 對啊我沒有要放 可是你叫我弄開那個肉 對啊對啊 一個廚房不可以 對啊一個廚房 一個主廚就好了 對一個人只能是幫手 導演只可以有一個 真的 來吃馬伯的米紅粿 你敢我勒 你那時四五歲 你講你不信我家 誰 我氣敢你 你講你不是姓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姓黃還比他們 我就看連戲劇看太多 那種 你不 離開我們你不是姓黃的 哈哈哈哈 躲給他們找啊 哈哈哈哈 真的我吃飯就躲在那個桌子下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啊 沒有用啊真的 很難耶 你看我現在不敢結婚生孩子 就這樣 生孩子 你要這樣 報應啊一定報應啊 我在想喔 它 這樣風光 可是它有那些 不為人知的東西 那你們認為 哇 可以大吃大喝嗎 好不難嗎 辣的東西它就不能吃 就連那個薑它都不能吃 好像我們有些 熬一些糖水 會放一些薑 它吃了馬上感覺到 它承受不足 痛 或者它吃的東西過後 去嘔吐了 我們知道它的那個 體檢報告 到處都是紅字 理解 理解 如果真的哪一天它有什麼事情 我有心理準備 大家都應該有心理準備 當我離開以後 離開你的溫柔 雖然會有不守 雖然有遺憾 在心中 若感念後 或許還會有人提起我 聆聽我訴說 的夢 我覺得他蠻灰心的 就是他其實很努力 為了自己的國家 在做事情 然後但是大家都感覺不認可這樣 但我會覺得就是 至少台灣給他一個 可以發光發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理念 跟他的想法 對阿 這個是我後來來到台灣 我就發現到 其實你想講什麼就講 只要不要去傷害到人 那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這些東西我覺得對我的影響還蠻大 他來台灣已經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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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從出道然後站上小區 他已經花了十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十年是一個非常漫長 其實非常長 對所以其實站上去是一種就是 終於完成了一個目標 對因為這目標其實對於他來講很困難 對我講真的會 他是比較受爭議的這一種 那我們就是盡量能夠做 然後就是把它帶到更高的地方去 我們當然希望下一場就再大巨蛋 我覺得明智這幾年做的 這十多年做的事情 就是通過他的音樂 他的藝術去跟很多國家裡面交流 在華人音樂跟華人藝人裡面呢 他是他比較屬於真的是跟很多文化交流的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少 我的夢想是環流世界跟不同的歌手合作 然後跟不同的我小時候看到的明星 一起同台表演或者是幫他們寫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音樂跟世界連接的方式 I'm your super hero 帶你一起飛 I'm your super hero 讓世界更美 生活雖然疲憊 都要勇敢面對 你笑我可悲 至少我衝不下跪 一直都還想說要怎樣保持初心 要怎樣做回以前可能小時候看到的那個 可能把那個紅色的底褲穿在外面的一個超人這樣 就雖然感覺很笨很幼稚 可是我覺得這才是正確的面對生活的方式 今天我們晚上無聊的時候就會在這裡 這裡沒有接燈 在那邊彈吉他講未來 就聊幾百萬的夢想 我的父母很棒的是這點 他們沒有叫我不要做 我家裡算是很開放 他們就讓我去做 都沒有阻止我 我覺得這是最珍貴的東西 我叫你宵夜 是很晚的 我叫你宵夜 是真的 我不會有痠貌 你只是會找我